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张国际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地道风味的东北家常菜 小鸡炖蘑菇 就是用清水浸泡15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 具有它的血腥味道 姜给它切片 下面我们把大葱给它备用 我们起锅烧油 最好用大豆油 我们把葱 姜 倒入 大料八角我们放两半 接下来我们把泡好的森林溜达机放在锅内 好 我们给它煸炒一下 这是我们选择不炒水生炒的方法 家庭版 油稍微大点不要紧 下一步我们要放入蘑菇 吸完油的蘑菇更香 更醇厚 来点海鲜炒古老抽 这是整道菜的灵魂调料 也是增香提色 我们再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多炒一会儿 姜葱料酒 去腥增鲜 给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就放入我们的灵魂了 野生蒸馍 给它放在锅里 让它吸一吸油脂 加入海天鲜鲜熟酱 它能起到一个味道醇厚鲜香的作用 把沉淀好的蘑菇水给它来一点 增加蘑菇的菌香味道 我们给它大火烧开 加入少许适量的盐 让肌肉蛋白会更加的紧实 这个小鸡炖蘑菇根据自己的口味 可以放粉条 可以放一些土豆干 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就是用家庭传统的方法去炖45分钟 如果说着急吃的话 我们就用选择高压锅压了15分钟 好 溜达鸡已经压好了 我们给它盛出来 今天我们这道菜 溜达鸡炖蘑菇做好了 最后我们可以在做大火烧最好的